疫情升危让不少民众减少外出 跟着捐血意愿也就降低了 花莲捐血战表示说 目前血液安全库存量只剩下5天了 其中以O型血剩4天 A型血剩5天最短缺 而9号在吉安庆天工前广场 举办了公益爱心捐血 相较往年人潮略微减少 10号在花莲市民里国小附设幼园前 还是有捐血要送超市礼券的活动 期盼更多民众踊跃出门就近捐血 本土疫情延烧 不少民众捐血的意愿降低 血库存量告急 9日在吉安庆青天工前广场 协同康宁诊所举办公益爱心捐血活动 准备丰富捐血感恩礼 鼓励乡亲捐血一代就人一命 青天工举办这个捐血活动 一年固定有两个厂次 在举办的期间已经有大概十几年了 一路走来就感谢我们地方的 像我们的杨院长都全力支持 还有我们乡公所的乡长也是全力支持 我们举办这种捐血活动 很感谢我们地方一些社会大德 都很认同我们办这种公益的活动 我们要鼓励一般的民众 除了来捐血以外 要请他们大家来赶快的来施打疫苗 不管是第一剂第二第三剂 现在第三剂的覆盖率超过五成 如果说覆盖率能够再继续的话 就会达到一个全体免疫的效果 现在鼓励大家赶快出来打疫苗 华联捐血站表示 目前协议安全库存量仅剩五天 到今天为止 我们的安全库存量只剩下五天了 其中以A型跟O型最缺 都只剩下四天 主要也是因为A型和O型最新的用血量比较大 然后捐血量比较少的关系 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我们吉安庆天工 办理这个捐血活动 来号召我们的乡亲能够踊跃来捐血 那如果今天不方便的话 明天在我们市区的那个 民理国小附设幼儿园前 有医检师公会也有办理捐血活动 会庆祝4月15日国际医检师节 10日周日在花莲市民理国小附设幼儿园前 同样有捐血送超市礼券 另外平日到捐血站捐血 也会送上立体医用口罩 花莲捐血站表示 捐血站做好相关防疫及消毒工作 希望乡亲响应捐血 在疫情时期让更多的爱传出去 记者长方言吉安商报导